來聽聽就知道吧 以下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經濟午餐 主持何文傑 Hello 今日經濟午餐請到客席的嘉賓 湯文亮博士 你好 湯博士很有幸邀請他來 一起和我們吃飯盒的時間 講一下經濟 講一下小市民 究竟如何可以裝備自己 未來幾個星期 湯博士都會來和我們一起聊天 多謝邀請 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意見 逢星期二大家可以在經濟午餐時間 1點至2點 我何文傑和湯文亮 和大家開飯 如果上新城廣播的Facebook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直播室的畫面 今天我們第一次請湯博士來到 我都認識湯博士很多年 每次我們飯局都講一下 時事政經 講一下印花稅 政府政策 今天離不開 我們要講財政預算案的措施 你給多少分 湯博士 以往財政預算案已經結束了 但今次財政預算案好像還有很多餘波 未完 財政預算案 未公佈之前有三類人士最緊張 第一就是基層市民 看有多少糖牌 第二就是做生意 看政府如何幫助 第三就是地產界 希望政府可以減額 包出一個冷門 第四波 第四波 就是政見界人士擔心 家人法術 家人人法術 我讀法學出身的 但也懂得回計的 也有排 那我就說做財政預算案 一個緊縮的財政預算案 是容易做過一個寬鬆的 緊縮的就是說 沒什麼錢花的 沒什麼錢花的 大家節省一點 是嗎 太多錢你反而不懂 反而不懂 不知怎用 不患寡而患不均 你不是所有財政預算案 都好像澳門一樣 外面都有一個賭場去補充 所以我覺得 今次財政預算案 基層方面都勉強過關 做生意方面 昨天報告的考慮 不是幫人如何延長壽命 做生意的人 真的要倒閉 真的沒有辦法 你現在是幫一些 準備復業的 或者準備做新生意的人 你幫他 例如你稅收少些 或者你給他三年時間免稅 兩年時間 甚至你有不甘心 幫他 但你幫他一些 你已經頂不順了 他每個月都虧了很多次 他都說你幫得多多少 你幫他反而害了他 我覺得他應該向這方面去考慮一下 引回稅 地產界的引回稅 很多人失望 我覺得 我自己和很多地產業界人士 都是看樓市會升 最大的原因就是 當開關之後 有很多國內人會來香港買樓 即使疫情 去年疫情 都累積了財富 跌了零點幾百分比 零點幾百分比 變成你不算跌 但這次的財政院事案 就有一個缺口出來 我叫潘德拉盒子 供應量可能會爆發 一向以來 政府把土地 例如工業商業住宅用地 就很難改 很難變化 包括地質比率 例如這個幅度 可以在幾高層 屬於什麼種類的物業 很難變化 但這次很輕描淡社 實際上有了一個計劃 那個計劃就是 他看到有五幅地 其實有三幅地拿出來 原本就是商業用地 在寫字樓 因為做第二個市中心 沒錯 他就是流標 流標之後 就準備現在住宅 大約很少了 不是很多 5800個單位 但這些林海利用地 理論上 真是用住宅比較好 真是用住宅 就覺得地方漂亮 就是住宅 但是沒有什麼人反對 一樓豪宅 好像公佈了之後 都算是市民售落 多些房子都沒有所謂 市民售落就是有供應 市民才買到房子 處處都不供應 而且你供應是要在市中心 不要全部都是新界 東涌那些 田海都是有養 但想住市中心的人 可以選擇 對呀 因為除了這個 好像有些人說 配套可以不可以 今天考慮反而更少 因為商業用的配套 是繁忙很多 例如一層一村 一層一村就是商業大廈 可能裝十幾十個人 一村一村兩個樓 可能裝兩層五百桌 但是裝六個人 這樣變成你的配套是沒有那麼擠迫的 另外還有我們還有很多工業用地 工業用地可能也變化 變化 還有一樣 因為黃偉倫 分局局長說 全方偉 找地 全方偉的意思 就是有一個叫交野公園 交野公園 我看過外國很多地方 都是土地供應 是這樣變化 首先是做一個堆填區 什麼垃圾都放在那裡 什麼垃圾都放在那裡 堆填區之後 讓它沉降、沉墊 即是以前將軍澳堆填區 都這樣堆回來 但是將軍澳一堆填區 立即是建立即建立 外國的堆填區 推完之後 就做一個交易公園 做一個交易公園 做得漂亮 配套也好 現在都有的 第一代堆填區 牛池灣 都變成公園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交易公園 就是土地儲備的名稱 即是土地儲備 即是西方國家 是的 其他國家就是 適當的時候 就拿來用 不是交易公園不能動 我們以前的政府 政府以前 就是交易公園不能動 很多人都計算了 只要拿現在的土地1% 已經中間70萬人 沒錯 政府為什麼 寫著陶宛 搞下去搞下去呢 明天大約是要搞 如果要搞 還是要搞 但是 說了十幾年 這十幾年 那這十幾年是怎樣的呢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看數據 我們香港人住 是很擠迫的 我們只有幾個百分比的土地 是用來住宅 包含一些丁屋 包含一些低密度的丁屋 你想一下 其實鋪平去看 即是我們幾十個百分比 是交易公園 如果當中拿少少出來 其實都已經是 老實實 我住機是住得不錯 但是我都要關心基層小民 真的住得好 但是這次預算 就露了少少玄機出來 是不是 可能可以放 準備打開這個 搬多拉盒 準備打開 即大家都可以住好一點 可能 因為那個盒 不僅僅說 供應這麼簡單 因為它改為三七 變成七成公屋 三成小人住宅 那麼小人住土地 不會太多公園 一樣的樓價都佈置一個 一個向上高水平 那公屋的土地會多了 現在輪候的六年 可能會很快降下來 有公園 它夠膽會鬆一些公屋出來 那我覺得就是 還有不要看小郊的公園 聽起來好像不是很郊野 譬如你說馬安山 郊野公園 旁邊就已經是耀安村 現在馬安山在耀安村旁邊 給少少地 就可以建多一個公屋出來 很多 因為郊野公園 實際香港的郊野公園 一直在行運 實際香港的郊野公園 每年都大些 因為郊野公園 一直在開發 實際我們過去 可以補償 譬如馬安山公園 你畫少少出來 給馬安山建多幾棟樓 你可以在北大嶼山 可以畫少少進去公園 實際現在是在做近 有開發 就不准利用 現在希望盡利用些 譬如我開發 100毋 我用回 90毋 或者80毋 那一路 有土地供應 那些人住得舒服 師傅住大些 上樓的也可以快些 現在去到五年多 六年才上樓 5.7年 差不多 回歸時 回歸時 差不多即申請即有 是啊 回歸時 為什麼要即申請 那些人呢 社工呢 就去關口協助新移民 兩個禮拜已經和你上樓 那時候好像來拿樓 超過兩個禮拜都罵你的社工 那現在整個 到舒威上樓 曾特首的時候 已經是三年了 開頭說三年 一路退退退 所以林鄭就要搞什麼 過渡房屋 是啊 你其實很辛苦 但是很辛苦 接些過渡房屋 經濟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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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何文傑 好 回來經濟午餐 我們有客席主持 湯文亮博士 和何文傑 一起吃著飯盒 講講經濟 有一個剛才提到財政預算案 湯博士開了一個題 四個方向 剛剛講了土地 供應可能會有個 根本的轉變 政策上鬆一鬆 大家可以住好些 那昨天也有些 對機場大眾來說 一招就是消費券 另一招就是失業貸款 都是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湯博士如何評論 實際上消費券 現在又說分斷 每個月一千 我覺得很煩 意思就是 現在有一些百貨公司 我不能說名 有時候我收禮 或者送禮 都是收到一張卡 一萬元 一萬元 一萬元就 你用完 你用完 這樣就完 如果你是收費券 就是給一張卡 給一張卡 你另一張卡 一萬元 譬如那些卡 講得不好聽些 這些卡 只可以去得 有裝安心出行的 哈哈哈哈 我講得比較壞 就是陰謀論 那你就去到這裏 不要說每個月 一千個行政費 都很重 政府知道 派行政費 派錢的行政費很重 沒錯 我給你就可以了 這次他就說 用電子方式去發放 那大家如果手機沒有裝 那些支付 是的 武裝支付系統 我覺得你發卡 apps 一次過給了別人 就是說 我說不好聽些 始終 才爺出身 都不是大家族 不是大家族 不懂得派錢 就是你 你是給了一筆錢人 譬如我以前小時候 我媽媽會給錢 我怎樣給呢 是每一個月給我的 每一個月給我的 每一個月給我的 就有夠錢了 那我會控制住 但是如果 你每一個月給我的 我覺得不太多 但是每一個月給我的 我覺得不太多 但是每一個月給我的 你有一個調搏 有一個應用 是的 譬如我喜歡一些玩具 那我收到錢 我自己去買 或者我小時候 我喜歡吃 那我喜歡吃個餐 我澳門大 去佛少爐吃個餐 我收到錢 我自己去佛少爐 請同學給我吃個餐 都吃幾次都可以 那變成 但是你每一天 給我一筆錢 那你硬是不夠 硬是不夠 那變成 不夠爽 就是 不是 因為我儲了 才去用 還有 你給我 那時候我可以用 用了之後我才好 就是好些 你要訓練我 你訓練我 就是控制一些錢 那你消費券 一處個美人 用什麼方法都不要緊 就是一處個美小 即你可以選擇 落落白通也可以 落落戶口也可以 因為其實 就算 反而你分了每個月一千 分五個月 說真的每個月一千 其實很大部分來說 其實都是抵消了原油的消費 是的 對 只有很少人 是抵消了一千 我同意 因為你最多是日常消費用油 不如你說我想換褲眼鏡 那褲眼鏡是三千元 那你等到什麼時候 但如果你一下子收五千元 我先換褲眼鏡 其他就不會遞償到 不一定是差的 你不要說他們亂花錢 拿了五千元 換新的iPad 補貼一下 iPad可以幫我再學習 幫你上課 即市民的調用 其實是 他自己才知道最需要什麼 絕對是 絕對是 所以你分五個月 我還要等長頸五個月才能買到一個iPad 所以派錢 就是一個學問 派錢經濟學 派錢 你派錢 派得給人 覺得你給我很多錢 你每個月別人不重要 不覺得不是 所以現在人家都說年薪 不說月薪 即是外國都說年薪 每年多少錢 現在好像逢半個半英 每年兩千萬 現在只有八萬 現在大家是說年薪 不是說月薪 失業救濟 失業率 即是水深火熱 零售界的失業情況 就去到百分之超過雙位數 一般都六七個百分之都繼續上 究竟失業那批人 那二十多萬人 現在財爺說 透過銀行借八萬元給他 頂一頂 有沒有用呢 那二十多萬元 是有用的 因為那八萬元 正常來說 可以頂到三個月 頂到三個月 頂到三個月 大家 就算你不是處公公交租 也不是零的 我覺得 避還的 那八萬元 即是三個月後 就開關可能有 有工作 你好像聽我 因為我沒有了解到 如果你還了 就退回息給你 是啊 一元都不用 還本 我覺得算是不錯 不過 怎麼都有人談 八萬元去哪裏 坐夜 這八萬元 已經盡其所能 今天要這樣看 我自己看 因為失業率的計法很奇怪 不同美國的計法 失業率的計法是過去三個月的平均數 但是美國也是 十二月就一月 一月 我覺得 失業率 在十二月的時候是最高峰的 甚至一月都高峰 但是二月開始下降了 很多東西要開發 如果能夠 這個月 那個限制令 食肆繼續開 零售 我們看的零售股票 開始增加了很多 開始增加了很多 他 春光水暖 這些人一定知道 不是說 人們走過來才知道 而是他的團 已經扔下去 他已經知道 我覺得 就是比較 好 你協助到人們 復工 你很快就看到 不過 失業率反映不到 因為是三個月 如果你是 逐個月 逐個月看的失業率 就更準確一點 因為美國那些 逐個禮拜出糧 一失業 那個禮拜 加不到租 實際上 香港 如果 醫生住行 住的方面 如果是 住屋 或者是 居屋 或者是 剩下很少的貸款 其他就 真的不是很貴 那 我有些朋友 或者 甚至同事 今年 有轉租 為何有轉租 沒有得去旅行 沒有得去旅行 他少花很多錢 花很多錢 那我覺得 就是 失業那幫人 也都是 要 怎樣 我有朋友 都是經常跟女朋友 去一些高級餐廳 他說這個疫情 整年節省了不少錢 因為全部都沒有得去 還有 你知道很多人 我懂得去旅行 例如去日本 又乘飛機去 又找車 去到 目的就是吃碗拉麵 沒有雷工 不要吃碗拉麵 我沒有眼睛 我真的 不留港消費 更好 很多人 加了下來 都發現那些消費都很大 那消費呢 不是向香港 去到別人的地方 實際我們 所以你留港消費 如果留港消費 如果留港消費 你的企堂 你的收穫都會 沒有很多人來 但是你又留港消費 那變成了 實際大家 可以有一個敵漏效應 有 損失的差額 層層都有人 有些人受下違 沒錯 所以失業率 希望政府公佈一個失業率 以每個月的自己 這個統計署 要改改他的方法 學 學美國 過去三個月的平均數 我永遠拿不到新進的數字 沒那麼貼事 在現在的水深火業情況下 一會回來 我們繼續跟湯文良聊天 主持何文傑 我們這個星期開始 經濟午餐有重磅級的嘉賓主持 湯文良博士 重磅 除了說他的磅數 笑一下他 還有一個很感言 在明報 湯博士有個專欄 你又很大膽 說股票印花是蠢蛋條款 什麼意思 蠢蛋條款 如果真的要在合約上理解 好像我們做租無為主 很多時候跟那些租客簽合約 當時我們的合約很正直 很正直 很乾淨 很完美 很清楚 但是被對方律師改到七彩 在七彩 有時接受不到 他強硬過 接受不到 唯有簽不到 所以我想一想方法 就是 做五個信彈條款 分別不同時間 插入那些中間 五個 不是一定五個 有時兩個有三個 這樣 對方律師都看到 哇 有簽證 插插插 對 這些不行 這些不合理 那他的客人就覺得 哇 這個律師醒目 是 為禍權益 這樣就 給錢給得開心 一既查了 這個合約會變得乾淨 大家雙方都合理 這樣就簽得大家都開心 如果他不查 譬如我們那個 即是你預算 給對方律師去查 讓他交到差 是的 但是 那個中客都開心 如果那個 他不查 律師不查 好像沒有做過事情 沒有做 沒有做 即是爭取合理的權益 是嗎 那怎樣跟這個印花稅有關係 那個印花稅 我剛才說 三類人 第四類人 就證券 從來沒有想過 證券家 從來沒有遊行過 不是 從來 直至三天前 三天前 證券家人跟我說 死了 30%印花稅 即是他會漏出來的 不是說他才知道 即是家瑜減案 即是宣布財政議案之前 就漏了一些風聲 我說這個是蠢眼條款 為什麼呢 在野就會 就會 家瑜發射 提議 接著就 要通過立法會 通過立法會 立法會不派就行 通過不派就行 不是沒有試過 以前加這個 煙草稅 入標也試過加 不是 財政議案說 試過加煙草稅 立法會不同意 回歸前 後來就說 港督收回 收回的家幅 一樣 煙草稅 入標 入標 當然很便宜 曾經試過加過一倍 不同意 又收回 也有這些 這個 如果 泛民仍然在那裡 那麽 那麽 建制派 就一定要互航 是 這個 引發法一定通過 但是現在 泛民不在 建制派 就 免得被人說 我橡皮圖章 那麽 你財義的家 那麽我就反對你 那麽 那麽又不是橡皮圖章 那麽 這麽幾個方案在那麽 反對 那麽 那麽 你估計 財爺就是 扔這個 笨蛋條款出來 說加稅 實情就是 大家反對之後 就是 大家 劍來劍往 劍來劍往 一來劍往之後 零 沒有事 現在這批立法會議員 還沒有被人說 橡皮圖章 那麽我反對 也沒有加 那麽財爺就說 我想加 我做不到 那麽我覺得 應該不加 如果要加 就應該 即時 即時執行 即時執行 好像交 這個登記稅 即是汽車登記的 提費 首次登記稅 那個 買賣樓 如果引花稅 就是即時執行 下夜買車 買不及 那麽你現在搞到 8月1號 才說 加引花稅 即是讓你們去 去吵吵 去吵吵 過不了立法會 看看有沒有得漏 不過真的看回這個稅 如果用香港的競爭對手 就是新加坡 他收8月1號 0.2 但是香港買賣 雙方都要給 他只有一方給 其實就是等了一樣 和現在 現在一樣 那當年 分了六年 去減印花稅 股票印花稅 減到和新加坡看齊 那麽辛苦 減低稅率 現在又加回 似乎是否 如果真的加 現在才來 會說我真的受過壓力 壓力的意思就是 香港現在財賊 小就價壓力 就向賺錢的稅務 再增加 對 增加收入 我覺得是不對的 為什麽不對呢 就是 譬如有五個兒子 其中一個兒子 就賺錢回家 其他四個兒子 就沒事做 然後呢 你跟那個 有賺錢的人 說你賺到錢 要多加一些家用 那麽那個人不信氣 那麽那個人不信氣 那麽其他人 有人說 喂 那麽你來不做 那麽要加我 那麽行得呢 證券界的戲不信 也不是很多小市民 其實都是 有買一下股票仔 買一下 抽一下IPO 都要付這個稅 是 有參與的 還有大家都有買強積金 如果你的強積金 是選了一個股票的基金 多數都選了 一樣都給了 一樣都給了 雖然它不會很頻繁買賣 所以我覺得呢 就 大家看一下 大家要不同角度 分析這件事 那麽我覺得呢 就應該不會 看看是不是笨蛋 這就是 你是商業人 和做開合約 你才了解好這個笨蛋 我們這個節目呢 逢星期二的1點2點 繼續請湯文良博士來談 我們密切關注著 看看是不是笨蛋 好啊 好啊 每周去更新一下這件事 那麽除了這個 即股票印花稅 建議增加 另外還有些什麽措施 例如說 對於年青人置業 這次好像真的完全沒什麽 怎樣碰到的 你青人置業呢 就是 這個又有一個議題 就是和香港人口增長的問題 那 我們一直回歸之後呢 我們一向都說 香港人是七百幾萬 嗯 七種就是七住與上 七 是啊 但是我們也都 關注到香港的房屋增長呢 每一年最少都有四萬 最少 明年是六萬的 換句話說 如果這二十幾年 公司營加賣 有八十萬以上 甚至一百萬的房屋增長 但是人口是三四十萬 當然很不合理 增長一百萬房屋 人口三四十萬 你覺得很不合理 那為什麽出現這麽情況呢 就是兩個情況 第一 就是余祖民那些人 他們根本沒有賣樓 根本沒有賣樓 我移民而已 我去了加拿大和英國 我那層樓依然還在香港 第二就是 很多不是香港的居民 就是市民 來了香港買樓 來了香港 例如國內的一些 來了香港買樓 不是香港市民 來了香港買樓 那我覺得呢 就是 那樓宇呢 那個情況 會持續的 就是 你說到香港 多壞都好 但是那些人都不賣樓 那我覺得應該呢 就是 年輕人 如果他們有能力 那應該是 給他們早點上車 早點上車 現在的利息 其中一個理由 利息 利息應該還遲了 長時間 低息 那低息呢 是對公樓有利的 公樓有利的 你都 如果低息 你叫他不買樓 享受 享受的時候不享受 高息 你叫他買樓 去折衣縮 去高息 那我覺得 就不太對 希望 如果年輕人有能力 就向低息買樓 你覺得現在 低息買樓 我的 供款低 還有樓 樓有升值 始終慢慢 慢慢 升值向上面 我覺得 當然 買樓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買樓 但是 如果你沒有樓 還沒有買 還沒有買 都不算一個做錯 一個決定 但如果你有樓 無端端就去買樓 我覺得 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除非你真的不夠錢 很多人落錯車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想著樓上升了一百 兩百萬 好像賺了很多 然後下車租屋 這就是直覺上覺得自己 直覺上覺得自己 是扭實 但是很多人 我見很多人 很多人覺得 0304年 甚至0304年 他覺得很低 他入了市 在0809年 他覺得 升了七八成 他入市 他比三成 升了七八成 一千萬 他比三百萬 他比三百萬 那樓值 一千八萬 他有八百萬 賺了 加他的三百萬 他有千一萬 他覺得自己是神 是神 我說升 是嗎 三四年之間 升幾十 我三百萬變 一千一萬 都想 覺得自己 贏到自己害怕 是 贏到自己害怕 那就下車了 就是我下車了 我都跟這些人 談過 我說 你為什麼下車 我眼光很準 我說去升 去升 現在我認為他跌 你不走 你愚蠢 你怎麼搞的 新冠肺炎也不行 今天 零八年升到現在 零八年 之前幾年都升 你覺得 因為常常說 沙士價 樓價跌到低 沙士前 01-02年開始 已經跌了 沙士是一個 最後一根稻草 但現在 新冠肺炎不同 是正在升 所以整個問題 還有涉及很多複雜的 貨幣 還有供應等等 這些因素 還有很多國內人 你不要以為他們是來炒 他們不是來炒 就是買一間 所以大家不要 因為整個內地的一線城市 都有限購的措施 他們下來 寧願給稅 都要買 最後一支一間回來 繼續跟湯文良聊天 經濟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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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何文傑 好 回到經濟午餐 最後一支 湯文良博士都在這裏 加上我們的嘉賓主持 接下來幾個星期 我們都可以 跟湯博士繼續 在星期二的1點至2點 講講講時事 講講正經 剛才提到很多財政預算案的措施 但有一個議題 湯博士都在很多場合講過 就是這個BNO的移民計劃 你是淡友 我不是淡友 我講事實 我講事實 為什麼移民有一個很直覺上的 因為我在外國讀書 我經常講一句說話 你應該來美國 我去加拿大 如果你在外國讀書 你移民 再想做移民的機會很小 因為你經歷過 體會過 那種在異鄉的 你會知道 你那個發展機會 始終是有 最後可能要做一些服務性行業 專門處理 但是 香港那些 反而會 我移民 我走 你在加拿大讀書 有什麼親身經歷 令你覺得 在這裏發展都一般 我簡單 不如那時候 不如去做 那些同級 同級都跟我說 如果你有機會 都不在那裏做 都不在那裏做 為什麼呢 雖然你做的事情也好 怎樣也好 但有機會 都是會給相關的加拿大小 就是他們 白人 白人 那說一番話 是一個白人跟你說 還是 白人跟你說 如果可以走 不是說我不幫你 第二天 兩年之後升職 可能你會罵我 你可能會罵我 你可能會罵我 不過你這個年代 可能很容易 今天再這樣說 你可以說他種族歧視 可能這樣 如果誰都說 他又不說 對 他當你是前輩 去看一看 他這樣說 但你都觀察到 其實在機構裏面 高層的位置都是 先說 因為兩年之後 你升不到位 你會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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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一個奇怪的地方 加拿大 例如香港 有三十萬個加拿大市民 香港 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現在三十萬人 三十萬人 三十萬人 三百萬個加拿大公民 是離開到加拿大住的 不是加拿大住 加拿大一個地方 生活很好 但找生活很難 找食很難 四五成收入是交稅 那麽東西都是 BNO 林太太說 要騙你 那些錢 不是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 英國政府 真的想幫香港人移民 就是說 我盡那個責任 我覺得是真的 但是 香港人如果計算 我真是很便宜 失敗 最大的就是 五加一 五加一 五年之後才決定 可不可以 一般移民 就是這樣 一般移民 就是說 我給移民你 我給移民你 好像加拿大 你四年內住三年 他已經給公民的資格 公民資格 已經完了 但是你五年之後再 一年 雖然說一年時間 可以不可以 第二就是 那個 那個 那個條限 太鬆了 本來我也有些朋友 他說 我打算移民英國 但是我不移民 為什麼呢 你 你 太鬆 我不值錢了 比如 我 訂購生果 我訂購菠蘿 台灣菠蘿 什麼菠蘿 金鑽菠蘿 什麼菠蘿 那個人說很難 我又和你搶回來 下訂 什麼都行 現在台灣菠蘿 什麼都行 你看到 哇 大陸禁了台灣菠蘿 你現在移民去英國 就很容易 叫做移民 變成你國畜不值錢 有些朋友說 我移民 不過我不去英國 我去加拿大 我覺得 在那裡 另外就是 很多人都聽我說 那個移民 就是 有個訊息 就是 每一個人 經常都聽到 他說 我身邊有十幾個朋友 說走 但是始終 現在又沒有人看 我說的 不是一定做的 看數字很老實的 英國官方數據 就是頭兩個星期 申請有五千宗 申請而已 不是等於資格 那五千宗 其中有二千五百宗 去英國申請 是 在那裡 什麼原因 在那裡讀書 二千五百宗 實際上就是這樣的 有個人沒有聽說 叫做新市 三日鄉 開頭的時候很多人 這個數字也是少的 比起語氣 是的 是的 譬如你就算 五千人 你去到七千人 一個月都是八萬多 但是你已經去盡了 那如果你撇開那五千 現在每個月五千 你都是六萬人 跟政府 英國政府估計 十二至十五萬人 是 所以距離 這個數字會越來越低 那我還有幾個星期 在那裡 那你就會看了 未來幾個星期 他可能兩個星期之後 會公佈一次 就有幾多人申請 申請 我又不敢說 不行 不過現在有個 好不好的消息出現 就有些余了民的人 余了民的人 去做這個 酒樓 就收銀 楊外國做酒樓 中華人做酒樓 很多時候 都是報的人數 即是 不想交消售稅 那你就會報多些人 那你餐館 就可以不用交消售稅 那你就算是走稅 避稅 那你現在就被人捉了 捉得鹽了 你唐餐館為什麼 幾十個企堂呢 這是大件事 現在開始住宅 那他就捉了 捉了香港的人去做 捉了香港新移民 他來了 掛名 所以就變成 大家去找工作的時候 覺得是辛苦些 我覺得 你去 真是想著 真是移民 那裡生活了 兩三回孫 找到工作 我不是不贊成移民 有些人不適合香港做 這次移民潮和回歸前 真的幾不同 回歸前 有十年八年去想 部署 又有些太空人 加油 慢慢去一半 今次移民很爽脆 身邊聽到那些都是 拿起手 幾個月就說移民 走了 那接著怎樣 不知道 他說去到 是啊 真是不知道 你去到 最重要 你的工作可能會 差距幾級 收入又少了 你常常說 我為子女讀書 你不去讀書立學校 你是讀公立學校 真是紅黃藍白黑也有 你有去小心 我有朋友是 德國人 他說英國讀中學的時候 都經常見亞裔同學 被人打 是啊 不是只欺負你中國人 是亞裔 可能有韓國 有其他 越南 都有 我們小一點 打架上來都輸 所以搞這個BNO計劃 大家每個人自己選擇 我們信奉 每個人自己選擇 其實應該是政府給香港人一個選擇 是 但是不是真的要走 這個連根拔起的決定 不是說你這麼簡單 填個表上網就搞定 你面對的壓力和家人一起 每個成員都在一起面對各種壓力 是啊 是不是所有人都適應到呢 我們去讀書 最初的時候都很 一個人住 壓力都很大 你還揹著家人 去讀個短期課程 去體驗一下 哈哈哈哈 這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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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真的好多謝 湯文黎博士 我們下個星期 湯文黎博士 繼續和大家聊天 好 多謝各位